零八年就虧損很嚴重 睡不著午覺 因為你知道收完盤都可以睡午覺 你們還在上班不能睡 我可以睡 那睡不著 因為大盤也不過跌這樣子 我為什麼我的個股跌得更多 有一天突然頓悟一個道理 我跟大盤一樣 我就睡得著覺 大盤跌兩趴 我也跌兩趴 我就睡得著覺 那什麼股票可以跟大盤完全聯動 當時就是最有名的ETF 0050 從此我就只買0050 而且第二天 我把所有手上的股票全部殺光 管他賠多少 通通賣光光 全部換0050 我覺得ETF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個不要再選股了 不再焦慮 第二個分散風險 你覺得0050的50支台灣最大公司 會同一間倒閉嗎 不會 但是各股有這個風險 第三個就是複製大盤 只要跟大盤一樣 你其實就人生勝利組 最大的恐慌是什麼 那個時候完全沒有社交圈 在職場認識的同事 同業客戶 都已經不再理我了 只剩下大學同學 高中同學還理我 所以那時候我的社交圈是非常 非常的窄小 只剩下家人跟同學 沒什麼朋友 再也沒有朋友了 聖威兄是什麼時候就開始計劃退休了 我從來沒有計劃過退休 我羨慕你們 還有時間計劃退休 我沒有 不是四十三歲突然被退休了 你怎麼了 就是我們那個部門那一年虧了四億 那我作為其中的一個小組長 我批得過我的裴一億 所以公司當然找一個人開刀 那我是被高薪挖腳來的 在那個公司的人脈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也就是說直接拿我開刀 如果有這麼漂亮的文人來教我 怎麼樣子找工作 我那時候被退休 我大概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你四十三歲的時候 小孩多大 小孩大的是國二 小的是六年級 那你被炒魷魚的時候 心裡面有很慌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其實我沒有很慌 我也不想再找工作了 因為我那時候在做成銷 成銷完全看行情示範 在證券業 都輔導人家上市上櫃 那個時候我突然發覺說 我的保險買夠了 萬一我突然走了 家裡不會有立即的經濟上的問題 第二個我也買了房子 對不起 什麼叫做保險買夠 就是受險 意外險 醫療險 假設我走的話 那受險的理賠 正好可以把我的房貸全部清掉 那我太太 那時候大概三百萬而已 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太太也有工作 他有一劑之場 我萬一走掉的話 那個受險的理賠 可以讓他直接把房貸都清掉 他就無後顧之憂 第二個 我有自己的房子已經 已經怎麼樣 都已經繳清貸款 第三個就是 我的三個子女 雖然還很小 但是我有一千萬的現金在身上 我想我在證券業公司 一千萬一年賺十趴 有什麼難的會輸給貢租金 十趴算什麼 一百萬我就可以養活一家糊口 可以可以購 對 對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我太太說 我不找工作了 但是家裡所有的生活開銷 還是我負擔 從二零零三年到二零二三年 二四年這個承諾從來沒有實驗過 你不肌肉皮耶 那個時候我回到家裡也只能打開 Notebook操作股票 那當時有風險的 所以我太太有薪水 我叫她一定要把他存起來 因為那個是保命錢 不可以拿來買股票 那我就用我那一千萬 繼續操作股票 想說一年賺一百萬 大家生活就沒問題 沒有想到二零零八年 還是出了一個金融海嘯 滿手賠錢的股票 這是下一個故事 所以當時其實是我完全沒有規劃 但是我自存 那個時候的財務狀況是ok的 所以我就敢不再去工作 所以你四十三歲以後 你就沒有找工作 沒有找工作了 我無業遊民了十年 那你沒有找工作都在家 他太太怎麼看你 太太覺得我都把家裡的花費 通通花掉 都付親 付親付親 就把照款付親 所以他也不會擔心 但是我的鄰居 就很看不順眼我 你知道嗎 如果男生沒有工作 然後我在家裡面 還要靠老婆 我沒有靠老婆 對 我是說如果你靠老婆 家裡要靠老婆 而你沒有去找工作 你在家裡是毫無地位 我還是有地位 但是在鄰居眼中 我是很沒地位 那個時候我兒子那個小學 五年 五六年級 放學還可以四點鐘 我們家有個庭院 我們社會有個庭院 我在那邊跟他打羽毛球 你知道嗎 後來我樓上的阿桑 就跟我太太說師太太 你好辛苦 又要工作 回來又要做家事 你看看你那個先生 還可以在院子打羽毛球 那個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難過的事情 鄰居管到你們家了 對 管太寬了 管太寬了 就很八婆你知道嗎 但那個時候我真的很受傷 其實你只要看鄰居 在騎樓下 這個交投結合 其實都在談你 對對對 所以說你 我覺得你有自信 是因為你有專業 對 就是說你能投資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譬如說平常要培養一些投資的能力 我也沒有其他一技之長 只能靠這個了 不要再培養 只要一千萬一一探十趴醫生 但沒有 其實投資的能力很重要 因為就是說一般人都想說 好像是個社會的安全網 可以讓我安全地退休 可是事實上沒有 你想想你退休的來源 有哪幾個 第一個是公司的退休金 那個東西大概像 我沒有 對 你像被退休 沒有 你被Fly了 對 我是被Fly了 那再來就是說勞保 勞保就算你一次領 也領不到一兩百萬 或者我以後 我六十歲以後再領 可能一個月領個什麼兩萬多塊 那實際上是不夠的 那第一個有一個來源 就是理財的能力 那實際上這種理財能力 是要培養的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媽媽就跟他講說 他其實那個時候退休的時候 他花了一年的時間練習 因為他就是說把他 他自己有薪水 他的老公也給他薪水 但是他還要再訓練說 他自己是不是有 那個理財能力可以增加 可以讓這個財富 增加的這種能力 就他花了一點練習 然後後來發現他是可以 他才安然的退休 不然你如果安到薪水 薪水是別人給你的 那隨時可能中斷 你被退休 你就沒薪水了 這個講起來就是說 理財能力 大家可能可能會覺得很難 不過也沒有那麼難 就是說那時候 像你去做兵的時候 要先去中心訓練兩股位 兩股位訓練 你就知道陸部對他比較沒問題 那這個 森惟兄你四十三歲之後 就沒工作了 那你做啥呢 就是就是打開notebook 買賣股票 那零八年就虧損很嚴重 睡不著午覺 因為你知道收完盤 都可以睡午覺 你們還在上班 不能睡 我可以睡 那睡不著 因為大盤也不過跌這樣子 我為什麼我的個股跌得更多 有一天突然頓我一個道理 我跟大盤一樣 我就睡得著覺 大盤跌兩趴 我也跌兩趴 我就睡得著覺 那什麼股票 可以跟大盤完全聯動 當時就是最有名的ETF 0050 從此我就只買0050 而且第二天呢 我把所有手上的股票 全部殺光 管他賠多少 通通賣光光 全部換0050 那那時候賠多少 那時候大概賠兩百 一千變八百 那不是啦 一千又回到一千啦 那前面有賺嘛 一千又回到一千啦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決定 再也不碰個股了 因為選個股太焦慮了 所以其實投資也可以很簡單 你就買跟大盤完全聯動的 像0050 006 208 那你買了0050 0056 這些的報酬率怎麼樣 之前是非常好 那這幾年坦白說 就是我們是在 非常好是多好 那個絕對超過十八趴 十八趴 對 比當公務員好了 我第一本書叫做只買一支股 勝過十八趴 但是現在沒辦法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經歷過一九九零年 那一二六八二 跌到二四八五點你知道 我們只要看到萬點 我們就會擔心 所以我們是受過傷的人 那但是這幾年 現在都一萬七千 都快怕兩萬了 所以我稍微保守了一點 那現在很多少年股神在一萬兩千點才進場 當然這幾年是很好做 但是我們在那個民國七十九年 一九九零年 一二六八二 跌到二十八 我那個時候也很慶幸 我去買了房子 所以完全沒有受傷 我不是那時候 我是股神 不過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娶了太太 總是要給他一間房子住 就去買了房子 那你買了零零五零零零五六 其實就不用打開電腦了 對 其實後來就不用打開電腦 那一天漏漏漏 是 那就是有的時候會去什麼 那個象山 爬山 然後就會看到一面走來一個 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 也是臉色不太好看的人 我大概知道他也被file了 下午去圖書館借金庸的小說來看 那為什麼會寫這本書呢 其實在圖書館得到了一個啟發 因為那時候就看到那個大叔大神 在搶經濟日報 跟工商時報 在旁邊湊EPS 你知道嗎 把每次個股EPS湊起來 每股言語 有這麼辛苦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呢 你買零零五零 根本不要拐EPS 所以我覺得決定寫本書 告訴大家 原來有這麼簡單的一個投資標的 那我後來增加零零五六 是因為萬點之後 我真的很害怕 所以零零五六 因為比較好的一個股息殖利率 對 大概是 就是只賴兩隻 那象山被你踩平了嗎 沒有 你不是每天都爬象山嗎 象山太簡單 我就會走富洋啦 或者走更難一點的步道了 就什麼一直爬山 一直爬山 我最近很喜歡爬山 近二零二三年 我還去日本走了熊野古道 有 二零二四年決定去爬富士山 我們觀眾其實不太喜歡聽人家 很好的故事 講一些悲傷的故事 退休的那個十年二零零三年到二零一二年 基本上我覺得我是一個超級大魯蛇 每天都告訴自己是一個big魯蛇 因為我的唯一的目標就是把三個子女 交往長大 沒有別的對這社會任何的貢獻 你不會擔心沒有名片 所以那個時候我必須講 你出去都怎麼介紹自己 對 因為我兒子去念了私立學校的音樂班 那些家長大概都有頭有臉 所以我就請了我的好朋友 我就直說就是朱誠智 萬寶給了我一個頭銜叫做企劃總監 我也不知道我在總監什麼 至少好歹有個名片 那個時候其實 沒有薪水的 有薪水啦 就是一點顧問費 很少 對 還是靠股票 但那個時候我有兩個最大的恐慌 也提供給大家 希望提早財富自由的人一個參考 第一個我很怕我的子女 以為看著我打開notebook 就可以靠股票賺錢 以後他們可能就不會去上班了 不會去找到他們自己的興趣 跟怎麼樣 發展的夢想等等 還好之前沒有 我的大女兒現在做編輯 兒子在做樂團 曾經在二零一九年得到金曲獎 最佳新人獎 貼名 觀眾都離開了 還是美好的故事 然後小女兒在做健身教練 所以他現在是我的老師 所以他們都照著他們希望 走著陸續發展 沒有受到爸爸一個錯誤的一個示範 我看你身體不錯 對對 我有沒有打開來看一下 糟糕 第二個最大的恐慌是什麼 那個時候完全沒有社交圈 在職場認識的同事 同業客戶 都已經不再理我了 只剩下大學同學 高中同學還理我 所以那時候我的社交圈 是非常非常的窄小 只剩下家人跟同學 再也沒有朋友了 那後來因為二零一二年寫的書 也正好暢銷之後 開始又結交了很多 我其實不敢跟粉絲做朋友 這很危險的事 但就開始 因為你有一點點名氣了 大家就會願意跟你交朋友 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後來我就是一個暢銷作家 那你沒有朋友的時候 你覺得就是對你生活有很大影響 當然有影響 我 你看我是一個很開朗的人 外向的人 突然沒有朋友 其實在家裡很恐慌 因為真的 收完盤 就是在睡午覺 然後睡完午覺四點開始打掃家裡 到垃圾 洗衣服 疊衣服等等的 等太太回來做飯 因為我真的不會做飯 一整天都是過著很boring和無聊的日子 每天有時候下午 萬一四點沒醒來 醒來是五點鐘 然後天有點黑 下午五點醒來 又焦燥了 那個五點鐘你會發覺 到底現在是早上我該上班了 還是下午 那我恐慌是很可怕的事情 這樣五歲是幾小時 就是一點半到五點 睡三個半 沒事幹嘛 很可怕 沒事幹真可怕 可怕 那現在因為有點知名度之後 可以上上通告 演講 寫書 寫專欄 發現自己對這個社會還有點貢獻 開始有自己的 怎麼樣 自我價值的肯定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重要 當然你完全退休 什麼事都不做的時候 其實你會對自己毫無信心 你知道每天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 自我價值 自我價值的肯定很重 所以我就勸大家 盡量不要太早離開工作 工作本身是有價值的 就是說在這樣的象限裡面 我們要找到一個位置 那個位置就定位自己是有價值的 我覺得工作本身一定有價值的 如果沒有工作 真的會欠缺這一塊 如果我有好幾億 然後每天就都吃日本料理 吃法國料理 這樣不好 我不想過這種生活 會很無聊 很多人都退休 第一個月很開心 因為不必再早起上班 但過了一個月 他不知道起來要幹嘛了 對 記者這很重要 自我價值的存在 存在 就退休之後 我覺得你還有自我價值的肯定 這是非常 這時候要有一點貢獻 收一休 太太還在上班嗎 太太也退休了 他二零一五年也退休了 那也退休八年 對對對 因為看來零零五零 零零六六 很容易賺到錢 零零五零零六六 很容易賺到錢 長期來看一定賺錢 除非臺灣發生非常巨大的變動 因為我覺得ETF最重要 就是第一個不要再選股 不再交流 第二個分散風險 你覺得零零五零的五十支 臺灣最大公司會同樣倒閉嗎 不會 但是個股有這個風險 第三個就是複製大盤 只要跟大盤一樣 你其實就人生勝利組了 我最近去看了一部電影 叫做老狐狸 有看嗎 我知道 有看 有看 非常好看 老狐狸是在講大概民國八十年的臺灣 就是一九九零年紅原事件 紅原事件 紅原事件 其實臺灣很多人不知道紅原事件 紅原事件就地下投資公司 他當時吸收了應該幾百億 當時的錢幾百億下時 四分年 四分年就是說 驚一百萬年 一年可以拿四十萬 很多人就靠內閣 你沒有想到其實是後來都叫 他就倒閉 他就捲款了 那其中有一個是麵店的老闆 很可憐 楊麗英演的 還有他老公是個外省朋友 然後開麵店 你知道開麵店 那陽春麵一晚能賺多少 他就這樣捲 捲 捲 捲到最後說 他們打算買房子 你本來都租的 可是後來有人跟他吸引 去做紅原投資 剛開始投了一百萬 要收到一國月都拿很多錢回來 捲到後面還來的時候 三八萬 他把外面的總存款用索卡路 你知道紅白那種索卡庭 拆下來 我全部壓 全部壓 那個當然很高興啊 結果壓了以後 紅原一出事 打電話都找不到那個人 如果他有剛剛講 有一些投資的知識 其實就不會現人 後來他老公去自殺 不要貪 其實這個去年有翻版 去年有凹峰基金 有翻版 我這位好多朋友都 有錢人才會賠錢 他們一開始可能就是都是 比如說一兩百萬 到最後像我有朋友 他投了三百萬美金 美金是九千萬臺幣 我這個賠兩億 都是 兩億臺幣 兩億臺幣 但是一億是他的本金 所以他只賠一億 楊維智就是賠一億 後面是 後面是再拿 賺的一再去凹 就兩億都沒了 他說他只賠一億 後面的是 老狐狸是一個投資專家 老狐狸講的就是說 要在平等的遊戲規則 不平等遊戲規則不要玩 那宏遠那種或股票那種 就是知道與不知道 知道的一定贏過不知道的 你對宏遠都不知道 你竟然就投進去了 大概是這個道理